大黑痣,大爆牙的保姆,专门对付不听话的熊孩子 惊人的是,教训这帮小恶魔之后,保姆的丑陋一点点消失了 自从丈夫参军,格林就过得很艰难 他独自一人抚养三个熊孩子 丈夫经营的农场也得格林打理 他们入不服输,连树割鸡都快做不起了 缠人的小叔子三天两头圈格林,把农场给卖了吧 倒不是心疼格林,而是他欠了一身的债,想拿大哥的农场递债呢 为了维持生计,格林只好外出大工 同事是个糊涂老太太,没有一天不热麻烦 格林在家遭罪,出来还得收拾烂摊子,她就要崩溃了 这天,侄子侄女从城里来 格林特意提早下班,客回到家却发现 这里简直是战场 时间回到不久前,公子哥神娇肉贵 一路颠一路吐,来到姑妈家时,胃都吐空了 他呀饿得不行直奔厨房,翻出了一瓶果酱 战争年代,堂是稀罕玩意儿 孩子们省吃俭用才做成一瓶果酱 这是留给爸爸的,也是他们唯一的念想 可公子哥却失手把他打碎了 孩子们当时就怒了,恨不得打死他 于是格林累了一天,回到家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幅场面 发疯的熊孩子,他实在是控制不住 就在这时,屋子里的灯突然闪烁起来 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一个神秘的女人来到了格林的家 她样子丑陋,打黑纸,大爆牙 就像童话中的女巫 女人说她是保姆麦克菲,专制各种熊孩子 格林一听,赶紧请她进屋 来来来,你先把这一群熊孩子给我解决了 孩子们还在唬,麦克菲却不慌不忙,平静地吩咐道 都给我住手,上楼睡觉去 没人听她的话,麦克菲也不生气 她只是抬起拐杖,用力敲了一下地板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下一秒,孩子们突然开始打自己 还自扯头皮,狂狂撞地板 麦克菲告诉孩子们,想停下来,就向彼此道歉 孩子们显然不愿意,让他们道歉,还不如打死他们呢 见他们还在嘴硬,麦克菲决定下个猛料 他操纵小男孩,把一塌信丢进了火中 那是爸爸寄回来的信 这下孩子们终于服软,老老实实道了歉 麦克菲再次悄悄拐账 一切就恢复了原状,爸爸的信也保住了 麦克菲又重复了一遍 上楼,睡觉 这次没有人敢回嘴 孩子们乖乖听话 格林惊呆了 这,简直就是魔法 可紧接着又出了新状况 五个孩子只有三张床 可是没人愿意分享床铺 他们还扬言说 宁可和山羊,小象,小牛睡在一起 麦克菲一听 好呀,那就满足你们 一只山羊打开房门 大摇大摆地上了楼 近随其后的是小牛和小象 为了让自私的孩子们学会分享 麦克菲再次发动魔法 看来今晚熊孩子们都得伴着动物的气味入睡了 麦克菲很满意 正准备离开 却在家门口撞见了鬼鬼祟祟的小叔子 小叔子偷偷来到农场 是为了放走小猪 他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好 小猪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一旦小猪丢了,赚不到钱 格林就租不起收割机 到时候他只能同意卖掉农场 自己不就有钱还债了 但小叔子没想到 麦克菲把一切看在眼里 还打算逞这个机会给孩子们上一课 第二天 孩子们发现小猪不见了 赶紧跑出来找 还好小猪没有跑远 孩子们伸手去抓 可就在这时 小猪竟然蹭蹭两下就窜上了树 没错,这是麦克菲的杰作 这么轻易就抓到小猪 还怎么教会他们团结呢 于是他让小猪学会了飞 学会了跳水 甚至学会了滑养游泳 为了对付天才小猪 孩子们只好合作 他们制定了保潮战略 凭借巧妙的配合 终于抓到了小猪 小猪卖了个好价钱 格林很高兴 带着孩子们去野餐 一家人正其乐融融 小猪子却一脸凝重 带来了一封电报 电报上说 格林的丈夫 在战争中牺牲了 突如其来的意外 击倒了格林 丈夫去世了 自己苦苦支撑 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决定卖掉农场 这郑重小猪子下怀 他甚至连文件都带来了 就查一个签名 孩子们不想卖掉农场 他们总有一种感觉 爸爸并没有牺牲 为了证明爸爸还活着 他们兵分两路 女孩们留在家里 负责拖延时间 阻止妈妈签字 男孩们则坐上麦克菲的大摩托 一路狂飙 来到了伦敦战情局 他们要亲口问个清楚 然而保安不放人 还扬言要揍孩子们 正当他们手足无所时 一旁的麦克菲突然出声 原来保安也是麦克菲 带大的孩子 这下事情容易多了 孩子们顺利见到了长官 长官一查才发现 爸爸只是失踪了 并没有确认牺牲 这么说 那封电报是伪造的 不行 得赶紧回去 然而另一边 不明真相的格林 已经决定签字了 女孩们使出浑身解数 想阻止格林签合同 可无论他们藏起多少支笔 小叔子总能掏出心的来 现在 他们也没有办法了 眼看格林的名字 已经写完了一半 屋外却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一颗炸弹落了下来 原来就在刚才 一个感冒的飞行员 恰好路过这里 又恰好打了个喷嚏 恰好撞到了头弹按钮 恰好打断了签字 突如其来的插曲 拖延了时间 男孩们赶了回来 说出了电报的真相 格林得知 丈夫没有牺牲 抱着他们亲了右倾 高兴的说不出话来 但现在 不是庆祝的时候 别忘了 窗外还有一个炸弹 随时可能爆炸 他要是炸了 今年的收成就全毁了 好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孩子们早已学会了合作 他们齐心协力 分工明确 利落地拆着炸弹 然而 就在剩下最后一根引线时 炸弹突然失控 而引线又被油灰覆盖 根本没法捡 格林不愿冒险 要带孩子们去避难 可孩子们不甘心 倔强地不肯走 危机关头 麦克菲的乌鸦 突然飞了过来 他大口大口地吃着油灰 绿线很快就漏了出来 孩子们赶紧把线剪断 炸弹终于停了下来 然而乌鸦吃了太多油灰 消化不良 长成了一个乌鸦球 不过不用担心 麦克菲拐杖一敲 乌鸦打了一个巨大的歌 不仅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他吹起的风 还顺带收好了庄稼 麦克菲做了一个滑梯 孩子们玩得很开心 可等他们回过神来 却发现麦克菲不见了 记得麦克菲刚来时 这个家庭混乱不堪 每个人都充满怨气 他每教会孩子们一件事 就会变美一点 现在他已经变回了最美的样子 这也意味着 他的使命已经完成 是时候离开了 孩子们舍不得麦克菲 他们拼命地追 却怎么也追不上 麦克菲消失在了田野尽头 但另一个人却出现在视野里 天哪 是爸爸回来了 孩子们一翁而上 格林一家终于团聚 未来的日子也充满了希望 好了 这次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